欢迎你锁定中时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全台冷搜搜 彰化受到了寒流的影响 最大平均风力达到六级 只有这么一台游软车 他行经国道三号北上彰化路段时 因为强劲的侧风 车身不断的左右摇晃 后方驾驶吓到了 担心会遭到波及 另外台北则是有远景 他一边骑车前一边滑手机 整段过程全都被民众给拍了下来 高速公路上前方一台游览车摇摇晃晃 后方驾驶吓到皮皮刷 游览车就像喝醉一样 左摇右晃没办法走直线 想超车得要先赌命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在彰化国道三号河美路段 东北季风来袭 刮起了六级强风 等同大树枝剧烈摇摆 雨伞被吹开花 同一路段2016年 曾有游览车因强风翻覆 造成31人受伤 游览车体积庞大 受风面积大 翻车风险增加 另外在台北北头 一名员警竟然单手骑警车 边看手机 疑似忙着看公务群组或是导航 民众拍下这一幕 警察危险单手骑车 眼睛盯着手机 旁人捏拔冷汗 错误示范影响民众观感 昨天一名机车骑士 他经过台北市复兴 南路一处的路口 想要左转的时候 碰上大批行人 他停在原地想要礼让 结果遭到了执行驾驶 按喇叭标骂 而在新竹则是有女子 骑车的这个遭到前方 违规上路回转的堆高 及牙叉给撂到 让他痛到爬不起来 骑车路口左转 碰上行人要礼让 但却遭叫车按喇叭 火爆开呛 气炸喊下车就定狗鸡 两人卡在路中间继续怼骂 火爆冲突就在21号台北市 复兴南路二段上演 机车停让被执行叫车驾驶 暴怒狂呛 台中这起则好惊险 只见五号是路口上 骑士四处摆头 确认万无一时起步后 却遭右侧车道一名骑士 完全没煞停的猛力撞上 两车瞬间腾扣弹飞 车上物品权散落一地 骑士痛到爬不起来 吓唤一旁阿贝 新主也发生惊血意外 眼前一辆堆高机 竟违规开上马路 跟无视路况直接回转 骑士没来得及闪开 直接被牙叉尿倒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痛得爬不起身 而堆高机随意在路上爬爬走 已经违法最高客发九千元 因为回转念货的还有热气 新北市无故高跤桥下 一辆黑色冰市休旅车 突然来个大回转 就在下一秒 后方执行休旅车猛力撞击 侧面车身擦出剧烈火花 执行车往前喷飞 失控反覆 以四冰市违规回转念货 驾驶还一度陷入昏迷 两车驾驶都有受伤 及送医治疗 详细的罩则还得理清 台铁举光号上这名富人 他自称是国家代表队 搭车经过中立时被人募集 整个人是吊挂在置物架的上头 还用脚不断的磨蹭 这个座位的墙壁 同车乘客劝阻不了 最后通报了铁路警察 把这名女子给带下车 台铁车厢内 只见身材壮硕的女子 两手握在置物架上 双脚也挂在上头 屁股坐在椅背上 自称自己是国家代表队 引起民众刺目咬头 车乡列乘客也受不了 女子怪异行为 马上通报了铁警协助 但女子完全不理会 继续大肆在车乡列拉筋 一旁乘客不断劝阻 但又觉得好笑 离谱行径实在影响乘车品质 不太好吧 毕竟大家要去坐 然后他把它弄脏 这样不太好 我可能会好奇 他可能真的那个腰 在那个时间点 是不是真的很需要舒展一下 事发就在21日下午4点55分 台铁5214 菊光号桃园中立段 平常乘客坐在座椅上 休息吃饭的位置 背着怪女子 不断用着双脚磨蹭 还各种扭动拉筋 怪异行径 当场被圆警带下车 而这名张姓女子 疑似情绪不稳 脱序行为也已经处罚 可开罚最高7500元罚款 记者刘志长李廷熙 桃园采访报道 左营海军海湖潜进21号中午 在小琉球海域水上演训时 因为装备脱落 六名官兵上甲板抢修时 被大浪给卷入海 当中有三个人失踪 还在持续搜救 军方表示当时是被10米的大浪突袭 军官虽然有绑安全绳 但却被大浪打到变形脱钩 不过气象增加表示 21号当天海向平稳 最高浪高只有1.4米 海军海物潜舰浮出海面 保卫台海却在21号中午12点05分 传出大浪袭击舰艇 造成六名军官落海 这两天风浪也很大 但他们执行 一样在执行 去年一样在训练 就在这一方面造成一些汗事 那我们就要检讨 表达很大的这个 这个歉意 在左营卫海三海里处 险舰执行转备巡逸任务 发现救难浮标脱落 要进行浮航固定 突然移到超过十余米的涌浪 就像风狗浪般袭击浅舰 将甲板上六名人员打落下海 根据军方说法 舰身被巨浪袭击六人落海 兵器长存姓少校 建务官从姓上尉 以及李姓中士三人获救 林姓士官长严姓上士 张姓上士却失联 当时舰身倾斜 舱内官兵叠成一团 还有两名官兵骨折 强调海象相当差 但根据气象局资料 小琉球海域事发当下 风力三级浪高零点八公尺 连一米都不到 当天最高浪高一公尺 风速三到四级 要出现军方所说的十公尺涌浪 专家透露除非台风天 否则不太可能 这回浮航关键是要维修救难浮标 外形就像原型人孔盖 有定位求救作用 怕造成恐慌才紧急浮上海面 派出十一名官兵 却有六人落海两人骨折 还有三人没下落 事发超过二十六小时 海军派出三件一艇出海搜救 锁定小琉球南部海域 但海流难预测 纷纷渺渺渺渺对家人来说 都是煎熬 记得监线中林智慧 高雄报道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 冬至正巧是入冬 首波寒流影响最大的时间点 在高山已经开始出现了 雪国风光 像是雪山主风 已经下雪 积雪七到八公分 丝园崖口变成了冰雪世界 植被上面是结满了雾松 看起来相当梦幻 玉山气象观测站 只有零下五点七度 放眼望去 是仿佛洒上了一层白色糖霜 现在首席的位置是雪山主风 环视四周 银白色梦幻世界 配上清澈蓝天 清冷空灵气息 美不胜收 雪子来到了七到八公分 原处圣兰县也被白雪覆盖 零下无度的冰雪世界 云雾在脚下缭绕 仿佛步入险境 武林农场 丝源亚口段 急动零下三度 大地冰封 放眼望去 白茫茫一片 山坡上橙黄枫叶 结满雾松 枫叶边缘 绣上银白色的新帽衣 相当可爱 玉山北风气象站更冷 零下五点七度 植被跟观测仪器上 形成雾松 搭配原方山景 就像置身雪国 追雪胜地 和欢山无力 太阳高高挂 看来是下雪无望 本来是想要冲雪 结果没有冲到 全台持续低温 大家纷纷拿出电暖器 身体暖轰轰 电费却让荷包大失血 省电方法大公开 民众在家可以先开电暖器 等室内变暖后 再关闭电暖器 改由电暖毯 持续供暖 保持室内温度 一台电每度电 四点五元计算 若使用一千两百瓦的电暖器 每天开八小时 大约要四十三元 而如果是一百二十瓦的电暖毯 则每天电费不到五元 每天都能省下约四十元 空间小的话 把瓦数高的替换成瓦数小的 天气极寒 出门追雪 回家开暖器享受 记得记下保暖 省电妙方 解中部综合报道 一般马路碰到碰� 恐怕不稀奇 但是却传出连在高速公务上 都可能碰到碰� 原来碰�集团有可能前后包夹 趁着被害人要变换车道时 快速逼近让人误以为发生事故 借此来诈裁 专家试警高速行驶时 视线会变得比较狭窄 死角也变多 超车时非常容易出状况 如一看高速上这辆白色小车 被三辆车夹在了中间 这不是巧合 这是有预谋的 内线轿车被前后包夹 后车车被前后包夹 后车车车被前后包夹 公司集团有可能前后包夹 趁着被害人要变换车道时 快速逼近让人误以为 发生事故 借此来诈裁 专家试警高速行驶时 视线会变得比较狭窄 死角也变多 超车时非常容易出状况 如一看高速上这辆白色小车 被三辆车夹在了中间 这不是巧合 这是有预谋的 内线轿车被前后包夹 后车还猛按喇叭 白色轿车被迫超车 这使外侧蓝色轿车 却突然接近 假装发生事故 白色驾驶超车酿货 面临求偿 而另一个场景 车左右两边同时上来两辆车 注意看右边这辆奔驰 一直开始车窗观察白车 趁对方变换车道加速上前 利用弹弓制造撞击声响 不法分子甚至先在车上 做好碰撞痕迹 让你误以为是发生事故 但这些全部都是 行刑碰瓷诈骗 悬在高速公路 就是让人防不胜防 车速越快 视线被压缩 靠的就是这手法 实现高速碰瓷 事实上 当左右两车同时 变换车道时 确实是左车要让右车 碰瓷集团看准这一点讹诈 驾驶不想中招 就要避免视线死角 高速行驶 若要变换车道 提前三到五秒打方向灯 示意左右来车 事故发生 职业找警方处理 最万无一失 如今碰瓷不是倒在路中间 连高速公路上也有陷阱 下回上路留个心眼 避免吃了大亏 接着叶维林范亚乔台北报道 宜兰太平生 在昨夜十一点多降下 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 圆区变成了银白世界 悟松点缀白雪迎接冬至到来 游客也上山来追雪 那么专家指出 这个周五深夜到周六的清晨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 还是有机会看到飘雪 在郊西今天也迎来 大批游客来泡汤 树梢结上悟松点缀白雪 森林铁道路面一片白霜 宛如置身欧洲雪国 游客堆袭小雪人 更有年轻的学生一大早就结伴冲上山 水球捏起来开心打雪仗 寒流发威 海拔两千公尺的太平山 二十一日深夜十一点半 气温降到零下六度 园区开始飘雪 周六寒流将逐渐减弱 但各地感受还是偏凉 因方面有大雨几率 下周一到周三各地多云道晴 不过下周四东北季风增强 全台湿冷将会持续到三十一日 气象专家指出桃圆伊贝及宜蘭 还有机会出现冰线或雨夹雪 北部太平山 拉拉山 雪山山脉三千公尺以上 温度它的低温是够的 可能还要碰点运气 在二十三号深夜到二十四号清晨 低温持续席全台 宜蘭礁溪香湯围沟 溫泉公园 民众泡在滚烫的温泉水里 享受寒天里的一股暖意 雙脚泡在小小的温泉池里 拿起水盆 浇在冰冷的腿上 格外享受 也有民众在鱼池里 给鱼喂嚼吃 冬至恰巧要遇上寒流 民众也在暖乎乎的温泉中 度过一个温暖的冬至 我们看到不少人开心追雪 但是网路上也有人碰到了 因为天气太冷 结果车门的门把竟然被冻住 打不开 不得其门而入 专家建议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 千万不要淋滚水 可以利用暖暖包 或是温热水来溶冰 另外铁锤电布敲打 也能够把冰块给敲碎 蓝流法威也没准把握机会 冲上山长穴 但就怕下车排美照 回头遇上这状况 车门结冰怎么拉怎么戳 依旧无动于衷 特斯拉本来就没有门把可以拉 现在整片扁冰棒 到底要怎么开门 手指框戳弄不开 连家私都拿出来 敲敲敲打打打 拿起工具使劲砸 就怕破了冰车门也凹了洞 恐怖冻结真的会在台湾上演吗 上山追选遇上零度 门风真的可能会结冰 只是不止特斯拉 五门把车门会遇上 其他品牌的车门 就算有门把还是打不开 甚至有车主直接滚水浇下去 车窗硬生爆裂 国外网友推荐用雨刷清洁剂 就能成功开启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手上的暖暖包也能发挥作用 离温热水时切记温度别高于五十度 否则可能会破坏车体 另外车里开暖气 提高车内温度也能达到效果 注意这些小配包 遇上车门冻结 就不会慌了手脚 国安特勤两天之内火速撤出了赖清德的老家违建 连钢绍都是整个连根拔起给搬走 甚至还搬走了二十个大型的床垫 旧人一算发现特勤住手在赖家违建的这三年 不算餐费和房租 全民光是付人事费用恐怕已经是超过了三千六百万 赖清德威建老家特勤两天内紧急撤哨 但搬出来东西却是让人看傻掉 不仅有冰箱和大床垫 甚至连绍亭都连跟拔起仓皇搬着跑 成了罕见的特种家具 专家一算特勤在这边住手三年 光是人事成本不加午餐费 至少就要花三千六百万 光床垫就搬出来二十二个 你到底在那边住了多少人啊 特勤人员绝对不可能平均五万 我就算他一个人五万好了 一个月就是一百一十万 一年就是光这些人员的薪水 其他花費不算一千多万 他们在那边还要吃饭啊还要干嘛 这些是不是也要国家出 这号称史上最猛的矿工僚 媲美花园别墅的景观 让影片短短几天内点月破千万 网友嘲讽这简直是年度最行整支片 明明危见在儿子名下 却因为赖记得偶尔会来住 就花大钱涉钢绍 让百姓痛骂独裁霸道 就有民众大骂 百姓花三千多万 让国安特勤变成赖家宝权 甚至还得花钱 向赖清德堂弟租维建来住 网友嘲讽刷特群还能发大财 有够扯 欸 你们新潮流 会不会摊到有点离谱啊 你说光电啊 几亿啊 这种东西去摊 36万的东西你也要去摊 连这种都肥水不漏外人天 那个港绍亭你们都 都一定要由你们的人去飙 你们不会觉得很丢人吗 我觉得这整个事情搞得太难看 他那个堂弟本来是不想要的啊 是被迫的啊 勉强拿下来啊 给他钱还玷污了他 变成我们害了他 他们可以凹到这种离谱的地步 绿美名嘴和苏贞昌等真 讲了一个又一个旷坑故事 想帮賴清德止血 但一比对时间又让人傻掉 苏贞昌讲的一副跟真的一样 而且在那边胡扯 他說這個房子 靠他妈妈打零工赚钱遮风避雨 你见鬼这是2003年盖的 2003年賴清德已经是立法委员 你还叫你妈打零工赚钱 去盖这个房子 你这个不孝子啊 国安特勤从看管为建当保全 拿扫把当公正 甚至扛冰箱搞搬家 原来特勤的各种才华 再来请的万里老家全都能看到 猪难道会飞吗 这一头猪啊 竟然是为了逃命 不知道是用跳还是用飞的 就这么上到了两米高的屋顶上 让人大呼不可思议 还有黑熊挥挥手 猫熊翻滚看起来超可爱 但小心这恐怕有陷阱 如果你真的靠近他 下一秒恐怕小命不保 屋顶上的大白猪跟主人僵持 主人拿长竹竿又拍又打猪 怎么会在屋顶上 居然是被逼急了飞上去 有听过狗急跳墙 还没看过猪急跳房 这头猪勤急保命飞上两米高 因为看到同伴被杀太惊恐 梅花路啊 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跳跃高度 可能可以达到1.5到2公尺 以老虎来讲的话 他跳跃的高度 可能可以达到2到3米以上 网友笑说果然是激发求生潜力 二师兄民不虚传 功夫很高 都说猪会上树 还没听过会上屋顶 黑熊棕熊站起来 模仿人类招手打招呼 模样超可爱 但小心恐怕一口吃掉你 动作可爱却很异常 还有大猫熊 在地上滚过来又滚过去 这可不是在卖萌 其实是在用气味划分领地 小心别接近凶得很 还有像骆驼 他口吐白沫流口水 其实是发勤期危险性很高 看到狗狗追着尾巴狂转 主人觉得好笑 但狗的动作可不是在玩耍 这时候他很暴躁 出手一摸就会被咬 要是真的看到动物的怪异行为 猪猪飞上屋顶 黑熊挥手 猫熊翻滚 先远远观察 可别伸手 以免断送小命 记得洪夫人林志慧高雄报道 选战倒数关头 但民众党闹出了内讧 前秘书长谢立功爆料 有不少基层不满黄珊珊 甚至是酝酿要集体退党 他也再次怒呛黄珊珊 如果柯文哲没有选好 他应该辞掉不分区第一名 选战倒数 国民党在推四支rap广告 痛批民进党贪腐和影战 国民党猛攻绿营贪腐痛醋 民众党则是大爆内讧 党内批评黄珊珊态度傲慢 狂轰凭什么柯文哲民调落后 黄珊珊却能稳坐不分区第一名 我们的KPI应该是取得胜选 你的决心在哪里 如果决心你就说如果柯文哲没选上 那我就辞掉不分区立委 是否说不要一直空口说白话 看不到诚意 我想我也不会就这样罢休 主席不应该被绑架 他永远只听那一小撮人的 内讧如茶壶风暴越演越烈 谢立功更爆料 蔡碧如进总大会 连男鹰大咖都出席 身为柯文哲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却不见人影 原来民众党基层 对黄珊珊是这样的评价 云林当时要集体退堂 是我下去跟他们讲的 多听别人的声音 然后不要以止气死 如果只有坐在办公室 以为这样只会的动 我想你可能估算错了 柯文哲副手吴馨盈 上馆长节目 别人上节目带文宣或证件 吴馨盈端着这装备上战场 这样鞋在已经好几年没亮相 要穿这张鞋出来 跟专长节目上来 是是是 不要有分量的鞋子 吴馨盈翘脚绣战靴 一票网友看傻眼 他本来该说政党票投民众党 总统票投柯文哲 但吴馨盈连拉票都说错 1月13号 政党票投柯文哲 然后麻烦把台湾还给国家 台湾还给国家 选战最后关头民众党报内讧 有公主风也有傲慢风 民众党的女人们实在与众不同 记者张佑茨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